这是今天要治疗的牛 走起路来 以瘸一拐 自己主动走进机器内 接受师傅的治疗 想要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还得用打磨机将表面角质打磨平整 左边体上有个大洞 表面塞满了脏东西 接着查看右边体情况 表面没什么问题 很是健康 但是在侧面出现了条缝 师傅检查后 发现问题不大 只是表面沾了点泥 内部并没有溃烂 然后给右边体装上护甲保护 能够避免伤口与地面接触 完事后开始处理伤口 用小刀将伤口周围角质挖开 将溃烂表面淤泥清洗干净 接着需要找出全部溃烂 最后喷洒上点酒就算完事了 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师傅说这只牛很可怜 后两只蹄子都有不同程度受伤 这只蹄子两边都有溃烂 右边蹄肩部和左边蹄都有问题 被脚趾覆盖住了 拿出打磨机开始修理 现在就看得更清楚了 换成小刀处理 将溃烂都裸露出来 最后给右边提上涂抹橡胶树枝 安上护甲保护伤口 这次由于两边都有溃烂 师傅给护甲加工了一下 完美地避开了溃烂处 接着给溃烂喷洒上点酒 就算完事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